一年六萬塊錢666政策 如果蔡英文總統要學習我們這個政策 只要能夠幫助台灣少子化的問題能夠解決 我也欣然樂觀其成 看到蔡英文總統願意跟著我們的政策 我非常高興 我覺得只要能夠幫助台灣少子化的問題解決 幫助台灣青年的家長解決問題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都應該努力來推動 所以我聽到蔡英文總統講的跟我一樣的政策 我非常高興 市長 澳媒報道說有共鳴的建制中共 中共選舉 當中支助你在選舉方面的 我覺得澳洲這位姓王的中國大陸人 在澳洲講了一大堆 我覺得有幾點我到現在還想不透 如果中共介入中華民國總統選舉 會是從2019年開始嗎 過去有沒有 如果過去有2016年朱立倫跟蔡英文總統 大家在競選的時候 為什麼朱立倫會慘敗三百多萬票 這不是很奇怪嗎 第二 2018年全台灣縣市長選舉 我們的國家安全局局長跟調查局長 公開宣稱有境外勢力介入台灣的縣市長選舉 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年多了 一年多 有兩個可能 第一 國安局長調查局長能力太差 抓不到 第二 心態有問題 故意製造狼來了 狼來了 不然怎麼回事 已經過了一年多還沒有抓到 第三 現在還有40多天總統跟立委要投票 又冒出了一個共諜案 又來台灣要支持某些政黨候選人 又指的韓國瑜 說2018年 中國共產黨拿了兩千萬人民幣給韓國瑜 那今年要拿多少 讓大家開始去想 韓國瑜是黑道 是菜蟲 然後喝酒玩女人 然後炒房地產 現在又拿共產黨的錢 這叫第二顆核彈 上禮拜爆發第一顆核彈 今天爆發第二顆核彈 不停的抹黑 抹紅 抹黃 韓國瑜這裡鄭重的跟海內外 所有支持韓國瑜的好朋友 神聖的報告 2018年縣市長選舉 我選高雄市長 不要說兩千萬人民幣 我有拿一塊錢 共產黨的錢 一塊錢 我辭掉高雄市長 今年總統大選 我有拿共產黨一塊錢參選中華民國總統 一塊錢就好 我立刻退出總統大選 我今天出來參選總統 我要對中華民國憲法負責 我要對中華民國的國民負責 現在海峽兩岸 尤其對岸 並沒有放棄武力犯台 怎麼可以背叛自己中華民國呢 第四 這位澳洲的王信先生 希望你立刻來台灣 直接拿出證據來指控 不要人躲在澳洲 找一個媒體報告完畢以後 再轉載到台灣 在澳洲這家媒體 我們了解是排名第八十名的網路 第八十名 然後在台灣放大 這是目的到底何在 你這個做法 已經嚴重影響到下一任 台灣的總統跟立法委員大選 第五 我要呼籲 所有國家安全局跟調查局司法單位 立刻專案調查此案 必要時 親自到澳洲去檢查這些證據 不要一道的選舉 這些抹黑 造謠 重傷 扭曲的事情 一而再 再而三的在台灣上演 第六 執政的政黨是民進黨 總統是民進黨的蔡英文 誰執政 誰被監督 現在台灣百分之九十的媒體不敢監督總統 不敢監督執政黨 百分之九十的媒體跟網路監督在野黨 然後 又有一個澳洲一個中國人在那邊說 中共用媒體來幫助 如果幫助韓國瑜 我會被打成這樣的又老又黑又瘦嗎 這不就是很矛盾嗎 韓國瑜今天被抹黑到什麼程度 大家一清二楚 所以選舉到了 我希望民進黨執政 拜託你 拿出三年半來的成績單 告訴台灣人民 請台灣人民繼續投民進黨一票 你有一張成績單 你不能拿不出成績單 用抹黑跟抹紅的手段 來獲得選票 這是不對的 這是違反民主的價值 所以今天澳洲 這位姓王的中國人所講的話 我必須嚴格的來反駁 這是第二顆假造的核彈爆炸 我再說一遍 我有拿一塊錢新台幣 中國共產黨一塊錢新台幣 我會退出總統大選 我對不起台灣人民 這不是在開玩笑嗎 對 所以我就說 說不知道這是真還是假 如果是真的 總統都不知道東山丫頭產在哪裡 那就太不可思議了 變成山東丫頭了 所以我特別講 這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好不好 我希望這是假的 總統連台南東山的丫頭都不知道 那是總統離基層實在是太遙遠 好不好 主委五位主席 時間成熟 會跟大家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 好你可以看到韓國瑜剛剛呢 接受了聯訪 其中呢他針對於說 如果有拿中國大陸的一毛錢 他願意下台 不要再用這種抹黑的方式 他說又是另外一顆核彈在爆發當中 尤其民進黨執政最近呢 有一些抹黑啦 或者是造謠的東西 是不是在打選戰 他就說很多人呢 都說有點悶啦 執政三年多的時候 天空好像有一個悶字 因為呢想要來改變 而且他說企業賺不到錢 是國安的問題啊 他是重商的主義者 經濟蓬勃發展呢 國家稅多了 才能辦好教育照顧弱勢啊 賓哥你怎麼看 韓國瑜這幾天呢 其實可以說是炮火四射 剛剛也特別針對這個 有沒有拿錢的問題 另外還有民進黨呢 他也說未來這三年 這個未來這幾年要怎麼樣 希望過好日子吧 當然這都好悶 其實本來執政者 你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讓人民過好日子 你沒有辦法讓人民過好日子 你其他講什麼都是廢話 都是白搭 那我們看到韓國瑜最近是有攻有 有守 攻守兼備 也就是對方質疑他的東西 他很快就提出 我澄清的東西 那對方沒有提到的 關於政策的問題 他也不斷地在丟出來 可是蔡英文總統呢 你會發覺他們的陣營 好像除了八卦 除了抹黑 除了口水 就沒有別的東西了 講起來都很奇怪 昨天好不容易 終於提出一個政策 0到6歲國家一起養 結果搞了半天是抄別人的 完全照抄 韓國瑜是幫忙養 他就變得一起養 所以我就覺得 你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個 民進黨跟蔡英文總統 在至少在政策這個方面 好像是前驢技窮 他已經搞不出東西來 可是呢 他們最擅長的本來就不是政策 民進黨最擅長的本來就是 什麼抹黑 說謊 還有大撒幣 這是他們選舉三保 最厲害的三招 所以呢 還有一方面 昨天丟出了大撒幣的政策 然後呢 今天又來了 你知道 就是直接 又是國外的媒體 又來了 又在弄這個什麼 這是比較遠 這是澳洲 對 這是澳洲 韓國瑜說80名的網路媒體 其實今天有兩個新聞很好玩 一個是澳洲的 澳洲這邊呢 他接受第九新聞網 還有什麼 什麼陳曲報 雪梨陳曲報 然後還有再加上 澳洲的60分鐘節目 三個聯訪 然後說這個 那個王姓的這個 所謂的 號稱是中國間諜 接受這三個新聞網訪問 說他怎麼樣 韓國瑜拿了中國大陸的權 說什麼中國大陸要扶植韓國瑜 作為他在台灣的代言人 什麼什麼亂七八糟 然後說他怎麼樣去協助 在香港製造這些動作 你不覺得這個講法 根本是彼此矛盾嗎 你想想看 假設我是中國大陸 我希望韓國瑜在台灣當選的話 那我最 我最不願意做出來的事情 就是讓香港發生現在這樣的動亂 不是嗎 然後我一方面在香港這邊弄動亂 然後我又拿錢去支柱韓國瑜 我是腦袋有什麼動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邏輯啊 然後呢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這個姓王的這個人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沒有人知道 他接受這三家媒體聯訪 他是在澳洲尋求政治庇護的間諜喔 那請教一下 如果不是澳洲政府跟相關安全單位 放他出來故意接受這些媒體訪問的話 請問這個訪問怎麼發生 這是很正常的嘛 因為這個人正在接受政治庇護 他是擔心自己個人 生命財產安全的人 結果這個時候他居然可以跳出來 接受媒體的訪問 這顯然是澳洲政府安排的嘛 那澳洲政府現在在幹什麼 澳洲政府現在正在跟美國圍堵中國大陸 所以這很顯然就是設計出來的 一場戲嘛一個局嘛 就是給你看了一個東西嘛 然後所有的指控 有附帶任何證據嗎 完全沒有就他嘴巴講一講 我老實說如果要這樣說的話 我也可以講啊 我認為如果我是中國大陸的人 我是中共的人 我現在在台灣我最希望的是什麼 最希望是蔡英文連任 因為蔡英文連任台灣會繼續糟糕嘛 台灣會繼續民不聊生嘛 台灣大家會對未來越來越沒前途嘛 台灣會百頁蕭條嘛 當台灣的經濟整個破敗 到覆水難收的時候 這個時候老共就直接來接收 我一冒錢不用花 這不是對中國大陸才是最佳政策嗎 所以這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我覺得真的好笑到極致 然後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新聞 是韓國那邊來的 你知道韓國朝鮮日報 朝鮮日報有個記者說 最近台商回流已經非常厲害 我跟你講他比蔡英文政策還要虎人 他說已經回來1.2兆 蔡英文不過講7千億 他給你再加碼5千億 1.2兆 他說這個一片景氣降榮 如果這些投資都能落實 會增加5萬5千的工作機會 朝鮮日報是幹嘛 你知道保守反共的報紙 所以他們的目的 其實也是在圍堵中國大陸 那我們台灣就變成一個棋子 他們就故意要把蔡英文這樣凸顯出來 那問題來了 這1.2兆他到底怎麼算出來 沒人知道 然後他還特別講 是因為日韓貿易戰的關係 所以造成日本人不想去韓國 韓國也不想去日本 所以呢這些人到最後沒得選擇 很多人就跑來台灣了 所以我們日韓的旅客都大增 好日韓旅客大增這個東西 因為確實有增長 可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 我們的整體旅遊業的營收沒有增加 那你知道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我們的旅客人數年年上漲 可是我們的營收是年年下降 這代表什麼 你的工時付出更多 你服務的旅客人數變得更多 代表你的成本越來越高 你的成本越來越高的時候 你的營收越來越低 那不是日子變變變變變變變 還要難過很多嗎 所以這個政府從頭到尾都在騙你 從頭到尾就在用這些 雲裡來屋裡去的這些假消息假新聞 從海外包裝回來再呼籠你 那我們還要去相信這些東西嗎 我要從以前什麼紐約市場 Financial Times金融時報啊 這些一個兩個三個 不斷的回來這些東西 後來被查出來這些人不是什麼 不是民進黨的人去投書的 要不然就是跟民進黨關係 肥淺的這些作家 要不然就是記者 怎麼搞來搞去都是這些東西呢 所以我必須說 你要相信這些東西 那我真的覺得你的判斷 真的嚴重出了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在看 我們自己的選舉的時候 搞清楚一件事情 作為中華民國 說真的你國力強的話 旁邊的人不敢給你看歲 對不對 所以韓國瑜講了說 企業賺不到錢 他認為是國安問題 他直接挑明的講 他說他自己就是一個重商主義者 只要經濟蓬勃發展 國家稅收多了 我們把自己的教育 弱勢照顧好了 國富民強 你就不覺得悶啦對不對 最近天空都出現了悶 問大家 慧永克 這過去的三年 過的日子好不好 很多人很有感 覺得就是過不好 他就直接講一個字悶 剛才兩位主持人 跟那個張家駿練習 我坐旁邊都不敢說話 因為我都聽不太懂 張家駿在講什麼 我剛剛人家補頭頭 吃米都不知道米價 對我來講有困難度 但是這個農民的問題要解決 這個不管是選舉前或選舉後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去稱讚 這個俊哲兄 就是說 你看他的解釋 跟蘇智芬的那個成績 就是不一樣的 我跟大家回憶一下這個案子 這個是 我怕很多觀眾朋友都忘了 這陳同家的案子 香港人跑到我們這邊 來殺人的案子 那當時有一個管牧師 他居間奔走協調 結果被蔡總統罵 蔡總統罵說 很少看到牧師 講話這麼政治話 罵香港的牧師 結果呢 民進黨不分區第15名 是長老教會的牧師 我就不曉得 蔡總統 他的就不政治話 你在幹嘛 蔡總統很奇怪 那民進黨的第19名 是這個以前 不要抓的鄉長叫許中富 其實本來是他要選的 結果他在去年的香港選舉 他退選 鬧得很兇 然後後來這個 不同意的 反對的票還比贊成票還多 結果本來是要提名他 他本來是民進黨立委候選人 可是呢你看到平東之前 其實雲林已經先瞧過了 所以換成蘇智分去選 然後他轉到不分區 轉到第19名去 第19名以目前來看 很難啦 那幾乎是這個 那其實我要跟大家解釋說 中央跟雲林在2016的時候 民進黨是完全之前 你看那時候民進黨的館長是 李進勇 索敵分 老建國 不是都你們的人 都是你的權力黨 他剛才說 蔡麗珊你不用負責嗎 他說中國國民黨不用負責嗎 不是很奇怪 你不是完全執政嗎 那時候你是完全執政 現在擔責這些管理 我跟各位講 幸好他沒有叫韓國瑜負責 韓國瑜當過北農總經理 頭髮也在管 韓國瑜雲林女婿呢 雲林女婿 你不要負責都擔責 李嘉恩是婚人人都負責 所以我跟各位舉一次 我接賓哥話題 其實這個是賈解恩跟真摩黑 韓國瑜說已經兩顆合 大概還有三顆 就是豪宅啦 什麼阿公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我們 以前就常做這種 因為出口轉內銷 透過外國的媒體傳說 哇像外國媒體很注意什麼的 剛剛賓哥已經跟大家講到 那些都是假的 那我覺得剛剛韓國瑜那個宣說 如果拿一塊錢 如果拿大陸一塊錢 他立刻退選 一個總統候選人 做這樣的宣示 我覺得這個 止血的效果已經OK了 如果你建古拿出來嘛 剛才賓哥說你建古地帶 你拿出來就退算了 立刻就退選 我真的是建議 這個一定是有人操作 他不會憑空掉出來這個新聞 他說突然什麼澳洲的什麼 沒聽過的東西就這樣子 你看我們這個選戰以來 郭台銘是怎麼講的 韓國瑜被這個旺旺操控 旺旺又被國台銘 證據在哪裡 郭台銘有拿出任何一個證據來嗎 沒有啊 就說你被國台辦操控 然後你又操縱韓國瑜什麼 講了半年沒有拿出任何證據 然後這個捷骨眼國民黨的吳敦義主席 希望這個 這個郭台銘能夠幫我們站台 你有沒有拜託 你有沒有把進行的事情 交代給清授 你要拿出任何的證據嗎 沒有啊 沒有就希望郭台銘站台 我就覺得很奇怪 有這樣的黨主席 恐怕國民黨的選情 比較這個會辛苦一點 沒錯 沒錯 感谢观看